南韩警方三月多破获名为N号房的姓剥削集团 主嫌赵主兵涉嫌威胁诱拐受害女子成为性奴 犯案手法令人罚治 此事件有74名少女受害 包含16名伟成年少女 最年幼的受害者仅有11岁 赵贤于10月22日遭检方指控14项罪名 被囚处无期徒刑 其他4名同谋则被囚处 处处10至15年有期徒刑 全案26日与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进行宣判 法官李贤宇认为赵主兵广泛散布 在威胁利诱下所拍摄的性虐待影片 因此按照犯罪团体组织等条例 在一审中判处赵主兵40年徒刑